其實很早已經有這個項目 那時一直跟大家談 想維持Stanley演唱會的話題 除了出歌又可以做些甚麼 是否可以出歌才行 但出歌又對他好 會否人家混亂 演戲未必記得他 始終我主線是想演戲發展 所以有很多問題 所以出這首歌都要經歷很多 不同高層的考量 和經理人的考量 和自己的考量 其實開始出這首歌 都沒有想那麼多 既然殺到你 就盡力做好它 我作為表演者就只能做 但出完之後我覺得是好事 原因就是我可以給大家一個 一個新的畫面 給大家看原來Stanley可以做到這件事 可能舞台上Stanley是性感成熟 男人味重一點的Stanley 其實如果反過來 可以營造到一個新的畫面 給大家看到的話 其實可能反過來就是 演戲上可能有些導演 監製可能都因為這方面 會考量到 如果下次找一個成熟一點的男人 不如試試找Stanley吧 他再不是一個男團那麼簡單 可能他已經是男人一點 不是作為其他成熟 可能作為BB一點 男生一點的 像是形象 所以它都是好事 現在回想起來 這次Bandai 其實T-MAR我一直都很想合作 因為其實它的舞曲 我覺得在香港都真的很好 數一數以很好 所以一直都很想合作 FIVA他也是做得很好 我又想做當然類似性感一點的空間的時候 就第一時間想起他 其實我當時MIRROR做Catch the Vibe的時候 就已經有跟他透露 如果有機會跟你合作 找你這首唱這首歌就好了 有一點點鋪定底 其實是會信心大一點的 以前會對自己唱歌很沒信心 會覺得自己在台上自一志工唱歌 沒有隊友在一起唱會很不安 但是這首歌會給我更加大的信心 就是原來我只要找對曲風 和找對我的範圍 其實我都可以很自在地表演這首歌 其實因為這首歌 其實我覺得我成長了 就是覺得自己可以相對上 更加容易處理到這首歌 首先因為跳唱 跳舞會令我有信心 二來這首歌我覺得 我找到一個畫面去演繹這首歌 找到一條路演繹這首歌 三來的範圍又不是很誇張 Out of all的範圍 所以其實我唱了兩次Live 最近Fansmit和Catch the Pop 我覺得是越來越可以加輕就熟 我有信心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就越來越有信心 在舞台上的自己 其實是尷尬的 因為我不習慣沒有一個劇本去跟著 我不知道現在我正在做什麼 他就叫我 你現在扮到那些酒很難喝 然後這幾個字出來 就很容易眼斑斑地做了一個反應 所以其實我自己和導演溝通了 剪掉某些鏡頭 例如我覺得很假 很難喝 還是怎樣的 少少就算 會喝醬油 這也是一個學問 所以證明當沒有劇本跟著的時候 沒有任何起承轉立的時候 你要做硬板板做反應的時候 你怎樣做得好 其實好像廣告震動一樣 證明我都要繼續學習一下這方面的東西 真的我很怕被1、2號反應的那些 即是現在你很害怕 很害怕 但又沒有前問後來 其實這些多數是廣告才會出現 你現在很享受 但我享受什麼 究竟我享受什麼 享受什麼 即是有很多疑問 這些位置要再做好一點 其實是的 其實有一點有趣 原因是我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 《造星》的時候會多些攻擊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的身體 我現在看完四個表演之後 我最記得的就是Stanley的胸肌 對 我想說 是不是就是那個胸肌 是的 所以我選你一天 就是因為評論 就是評判有一句說話 就令到會受很多攻擊 按於我的身體 但現在又得到迴響 又是因為我的身體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作為表演者的我 無論我《造星》的時候 怎樣做過表演 以及現在我怎樣做 其實我心都無辨 我只是想做好表演 其實那一刻我都是做好表演 可能慢慢大家了解我的性格是怎樣 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千絲萬縷 去做就到其實同一個身體 但大家選擇的東西有些不同 有一點點這樣 是的 我決定了 我覺得如果只要合適表演 我覺得就OK了 是的 現在成熟了就更加容易判斷 什麼叫合適什麼叫不合適 是的 所以 所以為什麼在Casture Point 有些人會投訴 為什麼好像只用一隻手 我覺得尺度要捉緊一點 不可以貿貿然 一來就這麼大尺度 如果之後 就可以表演什麼呢 雖然沒有錯 Fever就應該尺度很大 但是 我也想一開始 新歌的時候 慢慢的尺度收緊一點 之後才可以慢慢再拉闊一點 我以前覺得很多人都很討厭我 不知為什麼 我就會很怕看著大家 因為很怕他們很討厭我 因為你會收到千萬個訊息 都是在這裡說你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質疑自己 在做什麼 但是就全靠粉絲慢慢累積 慢慢累積的時候 慢慢拉出來 告訴我其實很多人支持你 很多人喜歡你 就令我走出來 因為 這些就是網絡暴力的陰影 有一點我會覺得 我其實未是消化得很好 我應該好很多 但是我哪怕有一秒不開心 都會影響我的心情 所以我會選擇不提 但是 我其實很中立 所有粉絲 那時候 據我讚 讚美我會切一半 因為我會用我的雷鏡 去對抗他粉絲雷鏡 真的 因為我怎樣都說好 所以不能夠作準 因為我不想迷失 例如他說你唱歌真的很好聽 那這些就切一半 好聽了我會踢 就是這些 例如Stan現在很紅 雙遠 切一半 討論 討論多一點 但不是能夠叫紅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很好 演戲很好 又踢一半 這些位置會只是自己 我會真的問行外人的意見 例如我演戲 我會不停問導演 你覺得怎樣 例如我剛剛拍完 其實我拍完 就已經問導演 我可以嗎 你要跟我說真話 譬如我錄完首歌 都跟天媽說 我想錄多一剪 我想怎樣再做好一點 他又回答我 我說其實你有一個無限的追求是好的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你永遠不會做到一個作品出來 因為你永遠只會追求越來越好 永遠都只會推遲一個project出來 因為你覺得還沒夠好 這個理論我都覺得很對 你只要當刻做好最好 最盡的東西 其實那個作品就已經是最好的 就是這樣 我會問行內的人自己是怎樣 要盡量保持客觀 不要迷失於粉絲的吹捧自重 但是我的定義就是 我究竟怎樣為團隊帶來價值 例如我之前迷失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我給不到價值 自從夜人老師出了 或者多了戲劇表演 因為時間慢慢出來了之後 原來我給了價值 原來在MIRROR裡面 Stanley是懂得演戲的 可能是Lockman Stanley他們是懂得演戲的 對戲劇是很有要求 很有想法 這個就會再發大一點 就是外界看MIRROR 原來MIRROR裡面有人對戲劇 是有興趣想演戲 懂得演戲 我不敢說懂得演戲 例如唱歌的有Jer 有Ian 有Jeremy 他們是屬於唱歌的 原來MIRROR裡面有人 專注唱歌 懂得唱歌 跳舞方面可能是Anson Lo Frankie 我和Alton 有很多不同人跳舞 可能跳舞的也會有 中藝的可能是Alton 可能Edan也好 有不同領域 人們就給了價值給MIRROR MIRROR才會想起 原來MIRROR裡面有 其實林真妮 每一件事都有人是聰明的 或者想做專注做的 重點是這樣 我覺得是給了價值給MIRROR 這個團隊 因為其實很有趣 香港會有 如果你做好歌手 可能有機會演戲 未必會第一時間想起你 其實因為電影圈 或者電視劇 我們公司可以控制到 某程度可以控制到 或推薦到 但電影圈其實很靠 導演和監製想不想起你 那個角色會想起你 但他要覺得你是演員的 Category才會想起你 所以我又要保持在 Category下 但又要做一些 除了演戲上的工作 這樣拿一個平衡 所以其實都要小心 這方面都要小心 因為很容易會變成 你如果只專注唱歌 就會很容易 第一時間未必想起你 就是導演或者監製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維持著這幾年 都累積了很多不同的片作品 例如贏老師 比較輕挑一些 狂妄一些 可能IT狗會奸一些 可能季前賽 會純情一些 直男一些 甚至乎Drunk in Love 我是比較成熟性感一些 其實每一個角色 都在代表一個不同的形象 我覺得暫時都沒有很多重複 其實我自己也有跟戲企老師說 我其實很怕重複 有些演法 我覺得有什麼可能性 可以再多些不同呢 即使我接下來出那套 《追求協奏曲》 它都是比較少男人一點 再比《跪前賽》 再少男人一點 我覺得這些不同的累積 就是可以給導演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讓大家看到原來有機會可以 Stanley都能做到這些 例如十二怪的動作上的東西 又是讓大家看到原來動作的東西 都可以 可能可以突窩 如果是講轉這點 是夜人老師 因為始終你真是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去面對這個角色那麼久 加上我真的在現場 有跟蛋哥有很多溝通 去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或者其實未必延遞 可能在劇本上 我有問過他 想問寫劇本如果第一部應該怎樣 然後他就說 總之你300個字 不是啊 150個字 他說在150個字裡面 寫明了你想拍什麼 那你就可以有那樣東西發大 即不要那麼多廢話 所以是 很感恩有夜人老師出現 令到可以帶到我 別人認為我做得好 其實是全靠團隊做得好 我覺得首先 夜人老師 我是很感謝監製Kelvin 和導演找我拍 還有編劇Emily 我都很喜歡 她是瑪達蓮娜的導演 首先劇本是非常好 演員也真的很好 其實我覺得 其實前陣子 分享一下和不同導演討論 她覺得我們有時 Viu的劇集 有時會少了一些好老前輩 去領導我們 令到我們的年輕人很容易迷失 但是夜人老師又很幸運 又會有很多老前輩 即是蛋哥 其實在你身上 其實有一場戲 我看到蛋哥和朱柏謙老師 一起在那裡困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 哇 我和阿譚在旁邊看 很好看 一個是舞台劇的先組 不是先組 就是做得很好的前輩 一個是電視電影做得很好的前輩 兩個不同的演化去困 你會在旁邊看 已經覺得 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很慶幸 有他們帶著 有同輩一起討論這件事情 我是無間斷地 保持著有上戲劇課的 即使到現在我都還在上 但是又會有很多input 我自己會私底下 反中又會看很多戲 有很多input 其實就是欠實踐 其實為什麼以前會覺得 梁朝偉 劉德華 周星馳 劉青雲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實踐的機會 現在我們 我慶幸一點 我在Viu都還會有機會 可以用電視劇來試 所以我會有很多 很希望有很多不同實踐的機會 去實踐我的input 去實踐出來 究竟學校是不是這樣 夜人老師就可以面對角色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夜人老師是相對上 是這麼久以來的一個 我覺得相對上 kind of 說開竅 但其實我還未開完 有很多東西可以再探索一下 我覺得做好每一件事就已經是一個震驅 因為其實真實來說是被動的 因為你永遠都要等別人去找你做這個角色 但我只是慶幸地 我是因為電視台的其中一個 ViuTV的一個成員 所以很多時候會相對上容易一些 考量一下要用我 即使大也好 小也好 那我就會比其他 不是電視台的朋友 就會容易一些 可以實踐到這些 因為我相對上多一些機會 因為其實電視劇是比電影更加的蝙蝠長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時連場 那就是只能夠等待 還有機會就是在於你怎樣去對待這件事 其他人是看到你怎樣去對待戲劇 原來你是真的有想法認真去做 其實行內的導演其實都看到 是絕對是 是真的絕對是 其實我也有很多不同的Casting 其實我很喜歡Casting 即使失敗我都沒有所謂 我當還 我當認識一個新的班底 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有得到電影導演的認同 或者肯定或者考慮 其實都不需要說認同那麼遠 考慮都已經是很開心 是一個很好的萌芽 令我可以發展這件事 其實還沒有 因為我 因為我媽媽不行的時候 我又答應了她 說我一定會在台上感謝她 所以 還沒有做到 所以我都會繼續努力 我是長期自己和自己打架的人 其實有很多位置 例如其他人覺得我很有信心 但其實我是很沒有信心 我是會不停 但某種程度我又很沒有信心 我會不停打擊自己 感覺好像有搬水 但我又不會 我會釋放她出來 當她滿了 我就可能會釋放出來 但我這個人不會捱住捱住 但我不停打架 我覺得我的性格有好處就是 我自己都開朗 所以我自己會調節到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撐不住 我也真的會跟別人說 我就不會捱住捱住 我其實不多跟隊友說很耐心的事 因為我喜歡自己消化 因為其實我知道自己消化到 我會自己 抒發完又鼓勵自己 可以的 沒事的 繼續努力 現在對著鏡頭加一聲 我又會繼續 我會繼續充電 又繼續出發 我知道自己會消化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又不會經常打架隊友 但如果真的好想說 我都會找Jeremy說 他也是一個好的聆聽者 他又會跟我聊一下 但戲劇上很多時 他又未必可以給我很多意見 幫到我很多 所以有時自己消化了那件事 未必煩惱人 所以我都不多打架隊友的情緒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覺得是有興趣的 其實是這樣分 意思是大仔祖喜歡說一些很成熟的 說車 說一些古董 你很難跟小孩子的人 跟Jeremy說古董 他會說 蛤 他會這樣 但我又會喜歡開車 我又可以跟他們說這些東西 但譬如說一些跳舞 或者一些韓國的東西 我又可以跟他們說一下 我屬於中間甚麼都說一下 我沒有分哪一邊 但當然我跟Jeremy 相對相對上比較好 所以我會覺得我是那邊多一點 其實我很多時都沒有分 我兩邊 例如Cash to Pop 我和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都沒有所謂 是 豬仔 這些東西不可以透露 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萬物皆有可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所以我們可以給你遮那個信息 那天就沒有分架 我們能夠懂得的 所以我會知道 他們有很多信息 來 或是有一個信息 跟我們通信息 有很多信息 都要來 這麼多信息 都要來